来到西爪哇一带的旅游地区 相当熟悉的伴手礼就是麻薯 而这种小吃原本来自于日本的传统美食 因为在日本占据爪哇时期 许多爪哇人在日本人的家庭帮佣 所以学会了做麻薯 至今这种手工麻薯成为苏家舞梅的特产 带你来看看麻薯的制作过程 麻薯是传统和果子的一种 和果子也就是日本的点心 在日文里和果子是带有甜味的传统日式糖果糕点 而麻薯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口味及特色 伊尼西爪哇一带的苏家舞梅 以制作麻薯为特产之一 来到当地旅游地区 相当熟悉的伴手礼就是麻薯 在苏家舞梅制作麻薯的店家都是家传事业 因为在日剧时期许多人到日本人家庭帮佣 就学会做麻薯 其中就是Gita Amelia这一家传统手工麻薯 她是继承长辈留下来的事业 要試做Koe Mochi, 也許會有不同的過程 馬鼠製造過程主要材料就是糯米粉 先將糯米粉與水均勻攪拌,進行烹飪 直接攪拌成團狀, 然後等糯米粉冷卻才包入內餡 一般的內餡主要是花生粉 柔軟的馬鼠外皮做成多樣化的口味 蘇家五枚馬鼠的包裝 使用竹子編成的盒子為特色, 貼上個人商標, 再批發給各個零售商還有流動小貫 馬鼠的原料主要是用糯米做成, 糯米烹飪後粘性強, 較不容易消化, 吃多了容易引發脹氣, 導致胃酸分泌增加, 因此消化不良者, 不宜多屈。